经常被关到门外 然后无论多么热的天 多么冷的天 蜷缩的 多么艰难的一夜 所以只能在门 最近几天的时间里 关于王月伦 哟哟哟哟被拍到 夜会神秘女郎 与女子动作亲密 这件事情啊 一直穿得沸沸扬扬的 虽然当事人多次做出澄清 但是网友们呢 似乎并不买账 而且表现出一股 看热闹不先事儿大的姿态 面对王月伦的解释呢 完全不接受 而且还能够将事情 无限放大 让很多人津津乐道 终于在10月29号 被媒体放出 王月伦在11月20号 相隔两天后 再次约会短发美女 三天会两女的节奏 也再次引来不少吐槽声音 从第三次 王月伦的不同回应来看 已经在一次次的释放了 自己不同的心境信号了 终于在第三次 王月伦干脆破罐子破摔 在社交平台发文 官宣离婚 称 我和李湘女士 因为长期性格不和 在7月份和平分手 结尾呢 他还说 祝李湘和一中人白头学老 还不忘暗暗讽气一波 戳破女方身边已有对象 意图摘清自己婚内出轨的帽子 但是网友呢 都选择不买账 因为王月伦出轨 也不是一两次了 早在2018年时 他就被爆和朋友女友 酒店共处三小时 出轨风波后 搂着朋友女友的腰 一起乘车离去 不久后呢 王月伦就发微博 回应了一件事情 把锅甩给了媒体 歪去了试试 后来又在去年8月15号 王月伦在KTV门口 和一名年轻的女性 拒着亲密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 王月伦发文解释 是醉酒后 与朋友的玩笑 并且发誓要戒酒 因为出轨等言论 在网上传播发酵 已经给王月伦和李湘 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故此受委托于 事务所立正清白 声明中提到 当天王月伦 是参加朋友的聚会 在王月伦醉酒以后呢 有人指使致命 陌生女子 借机故意接近王月伦 不让同伙进行拍摄 后来主动表示 顺利叫司机 一起送她回家 后来夫妻俩 在综艺中大许恩爱 但是网友显然 已经是不满账了 从前两次出轨的事件中 可以看出 为了一些夫妻之间的 共同利益 王月伦选择了道歉 而李湘选择了 支持和原谅 但是这一次呢 王月伦不再辩解 是狗仔恶意剪辑视频了 却选择了正面硬刚 承认并宣布 两个人其实早已经离婚 还暗示李湘也有心欢了 祝她与印中人白头偕老 这也是王月伦 首次正面婚姻出轨事件 满满的讽刺 12年婚姻 不过是一场笑话 所以这一次 李湘也不再力挺老公 王月伦暗指自己出轨在先的表述 也发了茶叶作为回应 暗朝王月伦的茶言茶语 你到底是出来浪漫的 还是来自恋的呀 那我总可以 我听一首我喜欢的歌呗 那你是出来浪漫 然后给我惊喜的 还是说那个什么 是你自己在这儿 开心听你自己的音乐 爽你自己的呢 怎么了 你首歌又能怎么样呢 那是 不过也有细心的网友 发现李湘在社交平台上 晒书与一个男子 身穿白衬衫涂口红 再结合他被拍到 手带鸽子弹大的钻戒 看来是与干男子去拍结婚证了 虽然李湘 王月伦两个人发的微博 已经删除了 但至此呢 娱乐圈又多了一对离婚的夫妻 12年的感情说断就断 又有不少网友说 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看